麻煩 你要先處理介面再處理程式 會有兩個部分 那如果說你程式部分用setonclick的話 一個動作就完全解決了 只是說你剛開始要稍微背一點點東西而已 這是差別的地方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自己也可以用標籤式 那每一本書寫的都不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光事件處理 就很多人光看 為什麼這邊這一本寫這樣 這一本又寫這樣 這一本又寫這樣子 同樣都是事件處理 每個寫出來的東西都不一樣 所以 當然你記了很多招 比如說你招式很多 可是最後 用出來都不知道哪一招 每一招都有bug 最後你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倒不如就是說你用 我剛剛講的這個方式 就是setonclicklisten 這部分就解決了 就是一種事件處理的方式 我前面講過就是這個 點一下setonclicklisten 後面的話呢增加一個 new一個button的unclicklisten 那你反正將來就是這樣的流程 就可以run的出來了 OK 那再來的話其他也是類似 方法的話蠻多的 另外還有第三種方式 使用匿名 匿名物件的方式來 來增加那個我們的 這個這個傾聽者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現在寫的方式比較像是匿名 匿名物件的方式的撰寫方式 OK那其他的話大概是這樣子 那等一下的話我們順便講一下 因為那個 剛剛有提到 比如說我今天呢除了有一個 Activity之外 我希望增加第二個Activity 然後可以藉由 第一個Activity去呼叫它 然後把它叫起來 叫起來之後的話 然後還可以再切回來 等於兩邊切換 那切換的部分我剛剛有講到 需要設定幾個地方 其實這還蠻複雜的 第一個就是 我需要在manifest裡面 就是這個 manifest裡面要在 新註冊一個 新註冊一個 manifest 這個我們的專案裡面 一定會有manifest 要先註冊 然後的話呢 還要再增加一個layout 就是這個跟這個對應 然後我要第二個 所以第二個怎麼做 首先的話第一步 按右鍵 新鍵什麼呢 先新鍵一個類別 那這個類別名稱的話呢 比如說我們叫做Activity2 比如說我 接下來我要增加第二個 頁面 就有點像網頁 那這個網頁比較像那個 如果你們有寫過早期的那個什麼 ASP PHP 類似像那種東西 你要這一頁要跳到下一頁的話 那怎麼做 也是類似 那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按右鍵 新鍵一個類別 那比如說我這個名稱叫 Activity2 好了 比如說我這地方 產生一個Activity2 OK 不過這個鍵的方法還蠻複雜的 那再來 書和類別的部分 特別是